平均每年修筑70多公里 这巨大的时间差异意味着什么呢 国际式铁路为什么修了23年 177公里 修了23年 至于它自己来源有关系了 因为这条铁路完全是依托着款上 而修了铁路 所以国家洗完了铁路就洗 国家洗款算落了铁路就算落 所以它只有分短的修 当一个重点路段完工后 就要立即投入运行 靠大锡的销售回收资金 而后再利用这笔资金 启动等待已久的下一段工程 这一民间资本的无奈之举 是工期漫长的主要原因 这条铁路的站点实在太多了 在170多公里的线路上 竟然出现过30多个车站 平均5公里多就是一个车站 这恐怕是一个世界奇观了 这其中的缘由是令人感慨的 当年铁路的资金全部来自民间 股东也散布在各地 各地的股东投了资 自然就会有在家乡建站的要求 建水的团山村因为开发西矿 全村致富 这里的村民大部分都投资了铁路 但是戈壁市铁路设计方案中 并没有在团山设站的计划 当时修这个戈壁市铁路的时候呢 是靠在过去开矿的这些厂商 保住了投资人口 当年的团山人呢 沟通比较多 搬到前边10公里是车站 这边也说10公里就是车站 中间不应该有车站 但是因为团山人一个是服务 实力大 所以铁路那一队 考虑团山人的利益 团山村靠着人多势众和彻骨的威胁 迫使铁路公司修改计划 在他们村口增加了车站 而离团山不远的一个家庭 竟也上演了相同的一幕 修铁路的时候呢 他早也有了很大的股东 他就要求要在他的桌门口 抓住在前边那个地方 要在桌门口设个车站 这个车站这里才设个车站 过去一公里不到一点 你要设个车站 这样子铁路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用于设的了 所以铁路公司就不设 不设车站 他就不给你修理 他就有这个力点 所以第一个铁路公司没有办法呢 最终细伤呢 就是只要他就有人上车或者耍车 他就有人走胡车了 那么这个胡车呢 就在他专门口 另是停车 民办铁路的性质 决定了铁路公司无法专断独行 股东就是铁路的主人 所以科学的站点设计 也不得不向民间势力频繁妥协 云南有个著名的十八怪 它是本省一些怪异现象编程的民谣 其中一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说的就是个壁石铁路上的火车 它也许是世界上跑得最慢的火车 平均时速仅有十公里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民办铁路难言的苦衷 当年为节省经费在施工上 尽量顺应自然条件 这就是列车经常行驶在过多的急弯 和接近安全极限的大角度斜坡上 在这个设计并非合理的线路中 人们可以体会到这条铁路的缔造者们 当年几乎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以超越常规的方式 让梦想成为现实 列车是缓慢的 但他所承载的信念 却是顽强的 1913年 就在铁路向他最后一个目标 食品延伸的时候 陈鹤婷不幸去世了 他没有看到铁路在他家乡出现 也无法目睹那后来的庆典 但他的梦想还在延续 他的真知灼见 高瞻远瞩 还在影响着他未尽的视野 戈壁石铁路公司最初的机车购买 选择了从法国 德国和美国 这三个国家同时进口 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从一个国家集中进口 会节省许多费用 而一项精打细算的陈鹤婷 在这个决策中 有着他的一番深谋远虑 第一 红线牵制 第二 跳起合国 各国方面的散业力 第三 刀破了法国人 渡河其局 你非要依靠 我不可能的事 所以他那个是 通过各抽粮 机车抽粮 那个归到这里 一剑算 三调 铁路的修筑 不仅能造福地方 同时 他的设计施工过程 也是一个难得的 对西方科技 掌握和实践的机会 出于培养 中国铁路人才的目的 在戈壁石铁路 一期工程之后 陈鹤婷启用了 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其中 曾在美国学习铁路工程的 萨福军 被聘为了 总工程师 满怀抱过热情的 萨福军 在对工程 进行了考察之后 提出了一个 在寸轨沿线 修筑 迷轨路基的方案 他指出 未来的中国 终会有一天 强大起来 那时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和滇域铁路 收归国有 寸轨 一定会改为迷轨 完全对接音乐铁路 现在并不需要增加太多预算 就可以为将来打好基础 这个计划 立即得到了 陈鹤婷等人的批准 时代的发展 完全如他所料 1970年 云南铁路部门 对这段 142公里长的线路 进行了迷轨改造 在不中断行车的条件下 不到五个月 寸轨就顺利改为了迷轨 此时 萨福军当年的爱国情怀 和远见竹石 不由使人 肃然起敬 1936年 10月10日 经过了23年风雨艰辛 戈壁石铁路 终于全线通车了 这意味着 一个发展 与民间的梦想 奇迹般的变成了现实 这一天 为这条铁路 欧信力学的陈鹤婷 也得以魂归故里 人们为它塑造了雕像 让它永远守望着 这片它深爱的土地 铁路通车所带来的变化 是巨大的 这条铁路的侧原地 各旧 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个世界上 著名的西矿产地 由于地处大山之处 长期以来 交通的不变 一直困扰着西叶的发展 而当它拥有了铁路 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通车之后 从各旧到毕色寨 每天开出一对旅客列车 两对混运列车 三对货运列车 旅客发送量 每天有一千多人 年货运量达到13万吨 相当于 三千万头牛马的运输量 这是一个令各旧 西商震惊不已的数字 铁路交通 使各旧大西的出口 急速繁荣起来 这也给各旧 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外部物资 与文化气息 也沿着铁路 不断输入 它们丰富着各旧的社会生活 也使这个大山中的矿区 逐渐成为了一座富裕繁华的都市 而这一切对各旧人来说 是意味深长的 童年的时候 根据我的母亲到各旧去 那里有自来水 我当时还吃上了面包 我也在各旧第一次看到了电单 车站就是点着电单 感到很新奇 我是在古壁石铁路 培养孙养长大的 观念的甘心 对它的一马青山 我们走向社会 走向外国世界 我们的聪明察知 都和古壁石铁路 联系在一起 戈壁石铁路 不仅影响着城市发展 也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 一代代的各旧人 乘着小火车 往返于大山内外 火车给他们带来了 不断的欢乐和惊喜 火车就是那个时代 各旧人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岁月悄然的流逝 二十世纪走到了它的尾声 在现代交通网 日益成熟的时代里 走过六十多度春秋的寸轨列车 也驶向了它的终点 一九九一年九月 最后一般寸轨列车 在各旧拉响的气体 此刻 无数人百感交紧 沿途向它告别 从此 一段寸轨铁路的传奇 成为了历史 许多年之后 那辆最后的寸轨列车 已成为云南铁路博物馆的珍藏 在戈壁时铁路的诞生地 戈旧 昔日的轨道 被永久地保留在 它曾穿行的大地上 这是一段 戈旧历史的骄傲 也是一段 人们难以忘怀的 深情往事 民族威望之时 艰巨的使命 造就了一个 鲜为人知的史实 烽火硝烟岁月 顽强的人们 留下了一段 艰苦卓绝的传奇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 各就职 各书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